大家还记得EP149介绍过的Playform A吗? 他们的实体快闪活动要来了 对于很多资深厂家来说 画廊跟一博会是第一个时间会想到的好去处 但相信对于未接触过艺术市场的入门者来说 这些地方是非常神秘的领域 如果你想试着开始收藏 或是纯粹想为家里的摆设增添不一样的色彩 推荐一个台湾的线上艺术选品店给大家 那就是Playform A Playform A上所有的画作都是原创作品 选品也都有团队的把关 都是出自于台湾新锐艺术家之手 在网站上面所有的作品资讯 包含价格、艺术家的经历、表框、价格 都是一目了然 而他们现在在大稻城开了一间 为期一个月的快闪店 这间店不是用一般画廊的展览方式去做呈现 而是用选物店的方式展出 而店里面的陈列方式就跟开架彩妆店一样 他不但商品种类众多也可以一一试用 在Playform A的快闪店内有多达300件的作品 看到喜欢的作品可以戴上手套 亲自把画作打开并挂上墙面欣赏 有这么特别的体验应该是业界第一次有人这样的尝试 所以非常推荐各位可以去看看 他们想告诉各位的是 购买艺术品其实可以很轻松 就像购买衣服或是家具一样 带着想让自己风格更独特的心去逛就可以了 但是重点不要忘了带钱包就是了 另外还要特别推荐他们举办了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叫做四言会交友 那艺术家会帮你画一张四言会 但画完之后你要把这一张作品留在现场 留给别人去做挑选 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在现场挑一张 你喜欢的肖像 在肖像的背面会有留着肖像主人的一段话 或是联络资讯 在这个交友软体盛行的年代 这种颠覆传统的交友形式真的还挺特别的 然后听说现在这个四言会交友 女生报名的这个人数是非常多的 所以各位男性听众们可以考虑看看 你说不定可以在这个交友活动当中 认识到一些文艺女孩们 Plaform A他们这个实体快闪电的时间 是在6月21号到7月21号这一段期间 那地点是在台北市大同居民乐街22号 那就是在大道城里面 那一样我会得把这个所有的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 或者是放在这个FB的这个文章当中 这一集的文章当中 那大家对于这个活动有兴趣了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也非常推荐大家到实体去看看 我自己应该也是会去参加的 好啦自从上礼拜跟大家分享这个Plaform A 在开头嘛就是开头的这个口播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Plaform A他们的这个活动 在大道城这个活动 刚好上礼拜的这个周末 礼拜六的时候我也跑去了他们 这个活动来去玩玩跟走走 那我所报名的有这个算是四言会活动 但是就是碍于就是四言会活动 它主要是以这个交友为主嘛 那交友最主要就是寻找这个另一半 那刚好我带着另一半过去 所以问题就是没有办法 把我的那个画好的这个四言会的 就是我的这一张图片 我的这一张画作放在现场 就是我只好跟我另外一半 把我们的这个四言会的作品带回家了 那一样啦就是如果你是参加这个四言会的话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去交友的话 就是交个五百块 然后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四言会 他就会帮你画艺术家啦 现场的艺术家就会帮你画一幅你的画像 那你的画像会直接把它放在现场 那现场的方式就是以抽卡的方式 就是他现场会有一个这个四言会墙 那你画完了之后 你把你的这一件画作 就是你的这一个画像放到墙上面 那等待下一位有参加四言会的这一个参与者 不管是男男女女 他们就会看着这一个墙上的四言会 然后看着你的画像 然后去把它抽出来 就是哪一个比较有演员 然后抽出来背后可能就有写你们的联络资讯 这样子啦 那等于算是一个还挺好玩的交友啦 上周啊 Platform A他们自己内部的人是跟我说 以目前看起来在这个四言会交友都是这个女大于男啊 不知道为什么女生参与度是比较高的 这个有点跟我们了解到在Tinder上面了解到如果大家有玩一些交友软件的话 基本上那个Tinder上面几乎都是男的嘛 女的可能都是很少的就是少数民族 但是以这一个他们四言会交友 反正这种参与一点实体的这一个交友的算是活动 这些女生这些艺文女士们都非常愿意参与啦 那我自己到现场去看了一下 那面墙的确大部分都还是以女生为主 大概慢慢的开始有零零星星的有几个男生去参与了 那包含其实我那天也有几个朋友去 那也有参与到现场 现场其实的确有这个成功交友到啦 就是还蛮好玩的 然后他其实也不一定是要到现场 其实你参加这个四言会交友他 你们可以就是会玩那个500块之后 然后传一个你们想要 这个艺术家帮你绘制的这个肖像图 那这样子艺术家就会帮你画出来 那画出来就是看这一件作品你要现场取 还是说你要直接放在这一个他们四言会交友墙 又或者是你要拿回家去现场跟他们拿回家 也都是可以的啦 反正就是缴钱 缴钱之后不管是你要到现场让他画 还是说你要传照片给他们都是可以的 就有人问啊 如果你不是以这个交友为目的 你只是想要参与一下 就是有艺术家来帮你画一张四言会 就是画一张肖像的话 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的 像我自己就是这样子 我一样就是缴了500块之后 去现场给这个艺术家画完 然后这个肖像画呢 我就自己带回家了 那这样等于也是支持到他们这些年轻的 还在创作当中 还在努力当中的这个艺术家 另外他们现场的贩售模式我个人也觉得蛮好玩的 因为Platform A他们本身是一个数位的艺术销售平台 也就是说他们大部分在正常的情况下 他们所有的作品基本上都在这一个网页上面 也就是电商平台 那这一次他们特别在大道成租了一个小小的弓签 然后作为一个实体的快闪电 我个人觉得是还蛮好玩的 那以现场来看 他们的作品并不是像传统的策展方式 就是所有的作品都已经先在墙上挂好 然后让大家看 其实他们原本的作品都是先收好好包好好的 包在气泡布里面 然后放成一叠一叠一叠 然后这个作品上面都有放一个小小的这个照片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一件作品 然后看到它的画 那个照片是你喜欢的 然后价格可能也是你认为OK的 你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到这个桌子上去拆这个气泡布 就是要戴上这个手套 戴上丑套 然后把这个气泡布拆开之后 他们有一面墙可以让你挂上这一件画作 你就可以现场去看说 这件画作它在墙上所呈现出来 感觉到底是怎样 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去做到 这些画作展示的最大利用 我那天去的时候是假日时段 那时候大道城其实人也蛮多的 我就顺便去逛了大道城 这一条老街 然后去买了一些小手办这样子 然后再去看他们的展览 然后在他们展览就是现场 其实还蛮多人去参与的 就是我有看到蛮多人 就是现场他真的去挑了这个画作 把他拿出来看 然后挂到墙上 觉得喜欢就真的买单了 就是我现场就是我有两个朋友 他还真的就卖出了两件作品 所以总归来看 Playform A他们虽然算是定位在一个台湾的艺术 线上销售电商跟平台 但是他们其实也不拘泥于 完全都是在这个线上画 或者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在线上 他们其实也非常乐于去参与这些实验活动 像他们之前前阵子 又到这个上海参加这个艺术博览会 那他们这次也有做了一个快展的实体店活动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蛮好玩的一个商业方式 就是在这些这个有限的资源底下 他们去做到这个利用最大化 像他们办的这一次实体换闪店 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商业概念都是非常好 然后对于这个这些新锐艺术家 这些比较年轻的艺术家 这些比较中低单价的艺术商品来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趣 跟非常实验性的一个模式 其实这种感觉就有点像你走进去IKEA去逛街 就是你买艺术品 他们把艺术品就搞得非常的轻松 就是正常来说我们走进去艺术博览 或者是走进去画廊 就是我们有时候要去问那个墙上那一件作品 他卖多少钱的时候都会非常尴尬 有些人他就比较害羞 尤其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可能都是比较内敛 比较害羞一点 那大家都会比较羞怯于去问这一幅作品的价钱 就会觉得说你去问这个作品的价钱 是不是就变得很世俗 这明明是艺术品 但其实就是以艺术来说 这些东西都是商业 那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做销售的 那以这一个不管是画廊 或是像Playform A这种电商 他们最终的目的 他们总归讲出来最简单一点 他们都是在做销售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你们去逛画廊 或是购买其他这些艺术品 或是去这种Playform A 真的都是比较羞怯 尤其像Playform A这样的类型 他们就抓到一个痛点 就觉得大部分的人去逛画廊 或是艺术博览都会比较难以起始去问这个价格 所以他们索性也就把整个消费体验 弄得非常亲民 弄得非常像去逛IKEA的感觉 当然他们的作品定价 相较于画廊 相较于艺术博览会 他们的作品定价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就更不用提二级市场的拍卖作品了 基本上都是少好几个零在跑的 所以最近如果刚好你的家里 可能需要装饰一下 或是你的空间需要一些艺术品的点缀 但是你又不想花太多钱的话 我非常推荐你可以去 Playphone A他们的尸体快闪电去挑挑看 当然你们可以直接跑到他们的线上的电商平台 也可以直接做挑选选购 他们也是以电商平台为主的 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去买这些小东西 去支持这些新的艺术家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你不要想任何投资赚钱的情况下 去买这些作品的话 我觉得那个心态都会非常非常的健康 因为它价格也非常的低 那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好 接下来进入艺术温度计的部分 那这周的艺术温度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这个IG上面 这周最热门的艺术贴文 也就是由Banksy所产生的 那我相信对于当代艺术有点理解的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认识这一位 目前我个人认为在当代艺术里面知名度最高之一的这个涂鸦艺术家Banksy 虽然大部分人都已经认识他了 但是我还是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Banksy他是属于一位来自英国街头的一位算是涂鸦艺术家 他是以其充满黑色幽默和社会批判的涂鸦而闻名于世 最有趣的是这一位Banksy他至今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也就是说Banksy他有可能是一个青年 可能是一个分亲 也有可能他是一个老儿 也有可能他是一个女生 也有可能他是一个老太太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Banksy是谁 但是我个人倾向于Banksy他更偏向于一个品牌 我会认为他所注意的所有事情背后 感觉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团队在运作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让这位艺术家蒙上了一个非常神秘的色彩 而且他的作品常常触及到了像是反战或是反资本主义 人权各种敏感议题 而且他画作的表现方式都是简单而强烈 讲到这里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Banksy这位艺术家是谁 但是我们就直接来讲他最出名的一件画作 就知道你一定知道他到底是谁 就是在这个几年前 在2021年的苏比伦敦 有一件作品 他一上拍一落锤之后 他就直接被碎子机嘎成了一半 也就是说他下半部是被碎子机嘎成调装了 然后上半部还是完整的 还蛮好玩的这一件作品叫做Love is in the Bean 然后他原本的画面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拿着一颗正在飘走的红色爱心的气球 这一件作品他是2018年的压格力喷漆画布在木板上面的创作 他尺幅还挺大的142乘上78公分 也是目前Banksy他最贵的一幅作品 在2021年的苏比伦敦拍出的大约是台币7.1亿 这一件Love is in the Bean 这一件作品他第一次上拍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 那他这一件作品在上拍的时候 因为Banksy他那时候有点反资本主义 就觉得我的作品被你们卖的那么贵 他想要来算是幽默一下 或是搞风剧一下 就是来讽刺你们这些人 所以他就把他这一件作品 在框的部分 他框做得很厚 然后里面偷偷加入了碎纸机 那也就是在2018年 他在苏比伦敦上拍的时候 这一件作品一落锤 然后Banksy就偷偷操作他的遥控器 那这个遥控器就让碎纸机 慢慢的让这一幅画作往下去柴 这时候大家都傻眼了 就是包含拍卖官 包含他们Southby的这些工作人员 都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件作品他竟然这样子碎掉了 就是碎成条状 结果还好就是因为Banksy 就是Joe Banksy的说法 他是说他的碎纸机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他最后只有裁了一半 但是照理来说 他应该是要全部把它裁掉碎掉的 然后就因为Banksy 他自己的恶作剧 让这一件作品不再像原本这样子 那么完整的 但是在收藏 就是买到这一件作品的收藏下 他完全不避讳 反而觉得更开心 因为这一件作品代表 他有更高的知名度了 就是整个知名度都打开了 在一落水的当下 被碎纸机裁到一半 就是Banksy也因为这样子的操作 让他在整个市场上面 让他在全球的声量上面 来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高点 然后这一件作品到了2021年再次上拍 其实那时候2018年 他的作品已经拍到非常贵了 大约是4.1亿台币 那到了2021年就升值到了7.1亿 非常夸张的一个金额 但是我觉得Banksy他这一步的操作 还蛮讽刺的 而且是讽刺到他自己 就是原本Banksy他是非常反对资本主义 就是大家这些拍卖公司 或是这些市场操作者 把他的这个作品画架 潮得那么高的情况下 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恶作剧 但是他不仅没有讽刺到资本主义 他不仅没有让这一幅作品的价值降低 反而让这一件作品来到了他 有史以来的新高 所以你说这奉不奉赐 如果Banksy他是认真的在反资本主义的话 那这的确是非常非常奉赐 又或者是Banksy他其实 估致力他没有那么反资本主义 他反而非常认知到资本主义 他的市场运作为何 所以他就很明确的知道 他做了这一步操作可以炒作他的画架 让他可以赚更多钱 所以以目前来看 我个人认为以Banksy 不管是他是一位艺术家 还是他是一个品牌 以Banksy这个名字 他算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资本 所以就是Banksy他在讨论这个反战 人权议题这些东西我个人认为都还蛮认同的 但是Banksy他在反资本主义这个议题上面 我个人认为好像没有那么认同 就是他所作所为都还蛮符合资本主义的 但是往另外一个角度想 就是如果Banksy他刚好可以利用他自己的艺术创作身份 可以拿到这么多的钱的话 然后再把这个钱投入到反战 投入到人权议题的话 那何乐而不为 就算他不是反资本主义 就是跟自己的理念有一点背离了 就是他在这个市场上面 跟自己的这个理念有背离的情况下 但是他因为赚到这个钱 然后投入把这些钱投入到 就是另外我个人认为 更优先去关注这个议题的话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就是还蛮拥抱资本主义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倾向 在于这个经济学上面 我个人更倾向于右派 所以我自己会喜欢这一位艺术家Banksy 这位艺术家 但是我也不一定就是在初期 我也不一定完全认同他所有的这个理念 就是他初期在反资本主义 但是慢慢看起来之后 他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很资本主义的操作 就是这样子看下来之后 就会慢慢的原来套路是这样 简单讨论完Banksy这位艺术家之后 我们回到主题 就是Banksy在IG上突然IG大热门的这一篇po文 那这一篇新闻其实是他在Glanstonbury音乐节上面 所做下的一个算是行为艺术吧 Glanstonbury音乐节是在英国 然后他创立于1970年 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节之一 几乎每年都会举办 然后年年都是吸引到几十万名的观众 然后他不只是一个音乐盛会 他还很常融合了各种的艺术形式 包含是戏剧 舞蹈 马戏团 或是一些街头表演的多元文化的盛宴 然后这个音乐节的独特之处 就是他在强调环保还有慈善 所以他所有的演出活动 都是在提高人们对于社会和环境议题的意识 那Banksy跟这个音乐节又有什么关系 其实就是在当时他们这个音乐节举办的时候 有一个乐团叫做idols 他们在演奏一个歌曲叫做Danny Nadecoe 这一个歌曲的时候 就突然有一个充气移民的这个阀 算是充气艇吧 那上面装着一些假人 那他标示的就是那些算是一些非法移民 他们在这个求生艇上面 然后就是坐着这个求生艇载幅载成 那为了就是离开他们非常痛苦的地方 然后去移民到一个他们向往的国度 然后我们可以在IG的这个影片上面看到 就是在演唱会的这个观众 就是大家在这个算是这个摇滚区当中 大家手都举高高的然后去捧着这一个 算是充气艇 然后上面有背着坐着这个模拟的人偶 那大家就是有点像是 就是在传递这一个充气艇这样子 那他象征的就是那些冒险跨越海洋 去寻求新生活的难民 在这里打岔一下 就是我所讲的这件艺术品 也就是这一个充气法上面装着人偶的 这一个Banksy的这一件作品 那我依然会把他的这个照片放在 这个Facebook这一集的文章当中 大家要去边听边看 边看边听 听完再看完再听都是可以的 那根据新闻的采访表示 IDOLS这一个乐队 其实他并没有事先得知到 Banksy的这一个计划 就是他们自己也吓到 怎么会有一个这个充气法图 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然后他们自己也很困惑 然后观众一开始也非常非常的困惑 然后他们也就很快的理解到说 这一件作品所象征的意义 就是阀上的人偶穿着救生衣 然后表情也刻画得栩栩无声 仿佛在寻求帮助 那这一幕也不仅让这些观众 看到一件艺术品 而是也让他们被迫 直面当前全球性的人道危机 那为什么Banksy他要在 IDOLS这一个乐团 在研究Danny Nettoco 这一首歌曲的时候 去做这个行为艺术呢 其实这就要讲到 Danny Nettoco 这一首歌曲 他的一个歌词含义 他所表达的就是 这首歌对于移民和多样性的赞美 他的歌词当中 包含了很多对于移民 所面临的困境 还有深刻的描绘 那在我做这一集节目之前 我有特别去听了 这一首歌的MV 在YouTube上面 他的MV也拍得非常的好 那他MV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帅哥 他穿着一个T-shirt T-shirt上面写 No one is an island 就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那这一句话是来自 约翰·邓恩的一首诗 他强调了人类之间的 互相依赖的关系 那这一句话对于 当代的人权议题 所表达的就是 大家看到这一句话都知道 在当代人权议题当中 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每个人的行动 命运都跟他人息息相关 也就是说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人权不仅仅是一个 国家内部的事物 而是全球共同的责任 无论是在反对种族议题 或是性别不平等 或是劳工议题 甚至是移民权益方面 我们都应该认识到 每个人的权利跟尊严 都跟我们 就算我们没有被影响到 但是他们都跟我们息息相关 那这一首歌 Danny Natalcoe的MV 他就是有一个帅哥 他穿着No one is an island 然后去跟各个人种 跟各个人去跟他们合照 就是要传达的理念 也是非常的清楚啦 也可以非常明确的理解到 这个乐团很左派啊 那也是因为 这个乐团跟这一首歌曲 他的歌词意境 他整个歌曲里面 要传达出来的 对于这一个 人权上面的一个责任 所以Banksy才挑了这首歌 在演奏当中去创作了 他的这个行为艺术啊 所以啦 其实我们对于Banksy的 这一个举动 我们不仅可以解读成 Banksy他在提倡 这个人权议题 这些难民议题 就是让大家 更多多的去关注之外 那Banksy做这一件事情 也是在致敬 这个IDOLS 这一个乐团 他这一首歌曲 所表达的议题 也不知道啦 他这一个人偶充气罚 在未来 有没有机会流落到 这个市场当中 有没有出现在 这个拍卖市场上面 如果啦 他出现在拍卖市场上面的话 不知道啊 我会拍出到 多夸张的一个金额 我个人认为啊 应该都是上千万起跳的啦 但是 以目前来看 这是这个Banksy 他自己创作出来了嘛 应该不一定会流落到 市场上面啦 那就算流落到市场上面 他应该是做另外 其他的这个 比方说油版术的创作啊 一大堆的 但是 我还是强调啊 就是如果你要去买Banksy的作品的话 就是从很早集数 我都有跟大家讲了 就是在市场上面流落非常多 这个Banksy的假作品 不管是周边的商品 或是他的原作 就是有非常多的假货 那我们要怎么去认识说 Banksy的这一件作品 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其实 以目前Banksy 他们目前 有一个公司叫做Past Control 那大家如果要去认证说 这一件作品是真是假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作品 就是拍个照 或是弄一些细节的东西 然后发 mail 给这一个Past Control 这一间公司 它就有点像是基金会吧 那他们就会去跟你说 这一件东西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如果他没有回信的话 或者是他没有做任何回应的话 或者是他已经做回应了 已经告诉你说 这一件作品 就不是他们所出的商品的话 或者是他就不是Banksy的作品的话 都不要去购买 那这样就是最安全的 就算他没有回复名 你没有等到他的回复 那都没有任何Past Control 这一间公司的认证的话 你就不要去买那一件作品了 其实前阵子Banksy 还有一个新闻 也是爆蛮大的 他是有一件作品被偷了 因为Banksy 大家都知道 他是从街头起家 那到目前为止 Banksy你也很常看到 他自己在他IG当中去po说 他在某一个街头 某一个墙面上面 去做了一个喷漆的画作 然后这件新闻跟事情 是发生在2018年 就有一位38岁的音乐家 他当时就是用角膜机 从巴黎旁壁度中心附近的 一个停车场标志 去切下来Banksy的涂鸦 那这个涂鸦是一只老鼠 拿着美工刀的一个算是涂鸦作品 那这一件作品其实也被Banksy 在他这个IG上面获得过认证 就是他确认说 他有拍下来 这件作品是他创作的 然后因为这一位音乐家呢 这一位38岁的音乐家 他把它切下来之后 他竟然说 这一件作品是他印这个Banksy的要求 去取回这一件艺术品 他怕说就是被其他人偷走 然后他还辩解说 这么做是为了阻止 别人从没有价值的街头艺术中 去赚钱并批评了资本主义体系 决定哪些艺术品有价值 不过呢 以Banksy他们公司的这个代表 就是出来到法庭作证说 没有 我们没有跟这一位音乐家合作 就是我们没有叫这个音乐家 去做任何这样子的事情 那最后呢 法院是判决这一位38岁的音乐家 有罪 然后处罚两年的缓刑之外 还要罚款大约是30万欧元 差不多是150万台币 此外呢 还需要支付超过6500欧元 大约是22万台币 给旁币度中心 作为这一个被偷艺术品的赔偿 所以总共缓刑两年之外 他还要赔偿大约是127万台币 但是啊 如果我们假设这位音乐家 他有把这一件作品 拿去市场上卖掉的话 基本上都是超过上千万台币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这一件作品都还是找不到 他到底在哪里 这个还蛮奇妙的 就是还蛮吊诡的 那以这个赔偿总共是127万台币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再去比对Banksy 在市场上面的行情 这一件作品如果卖到市场上面 卖到黑色的话 至少都可以获利上千万的 几千万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这个小偷还蛮划算的 好了那这一集也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艺术温度计的延伸 然后去聊Banksy这一位艺术家 因为这一位艺术家他真的太经典 以当代艺术家来看的话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 那其实我也很常跟一些 就是目前正在努力的一些当代艺术家 就是身边有来像我聊天 或是问一些问题 或是大家聊天的时候 就是他们都会问 就是你目前看来 就是我有问雨晨说 你目前看来就是我们这些 还在努力的当代艺术家 尤其以台湾的这些艺术家来看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跟市场接轨 或是我们要怎么去promote自己 那我觉得像Banksy 他就是很标准的一个例子 他就不是走常规派的那种艺术家 那我觉得 以现在的整个艺术生态来看的话 就是你就是得走这种 不是太常规的这种做法的话 才有可能在 才有比较大可能 在整个市场上面去出托 就是你永远都是去想着说 我一定要有画廊代理自己 我一定要去参加什么得什么奖 或是我一定要去参加什么博览会 一大堆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很难跳脱出 那样子的系统轮回 就是你永远就是毕业了之后 然后参加了什么奖 然后要做什么事情 一大堆的 你就只能循规蹈矩 那你在循规蹈矩的情况下 你要想 就是如果是比方说 反古那个时代 你循规蹈矩 可能可以 因为他们能做艺术的 跟艺术家的数量 可能就是相对小 那他在整个艺术市场的pool 也就这么大 所以在这么大块的饼的情况下 那这些艺术家 可以分食道的份额 就够他们活了 那以我们现在市场来看 我觉得从反古那个年代 到现在这个年代来看 艺术市场它的份额 我觉得变大没有多少 但是以艺术家的量体来看 就是你在这么和平的时代来看 艺术家的量体是远大于 整个艺术市场的市值 跟整个艺术市场的这一块饼 那在这么多人要去分饼的情况下 你要怎么出现 那你就是不能循规蹈矩 不能走平常的路线 那以Benzel这一个艺术家为例子的话 他就是用自己非常强的一些 讨论议题的方式 然后非常厉害的行销的方式 在他的算是想法当中 他是去劝大家去关注这些议题 但是就我的商业逻辑来看的话 他也是因为这些商业 这些算是不管是人权议题 或是社会议题的产生 而造就Benzel这位艺术家 在商业上这么的成功 所以他说虽然他是反对资本主义 但是就我怎么看Benzel这位艺术家 或是这个品牌 他就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资本 而且也很成功的把流量换成了钱 换成了现金 所以我觉得就是以现在这些年轻艺术家 或者还正在努力的艺术家 他们要朝哪个方向 或者是要怎么做 其实真的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方式跟做法 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艺术家 但是我在看这些当代艺术家 哪些成功 他们有哪些原因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这些当代艺术家 在这个年代 大部分能成功的 几乎都是 他并不是走循规蹈矩的方式 以前可能就是你慢慢的跟画廊签约 然后慢慢的成长 但是现在画廊也是要看你说 你这位艺术家 你有什么样子的附加价值 你除了艺术之外 你还有什么样子的附加价值 那就像Benzel 他就算不用跟任何的经销商 跟任何的画廊合作 基本上他要流量就可以变现了 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位艺术家 他就是把自己的流量塑造成 声量塑造得非常非常大 这时候 就是他在选择 他要跟谁合作了 而不是他 在等别人来 跟他合作 那这个逻辑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商业化 那我觉得以艺术家来看的话 就是你把艺术家当一个职业的话 那你就得去了解到说 在这个市场里面 在艺术这个市场里面 你该怎么样子去生存 那你要去想这些东西才对得起这个职业 那不然你冲击量 你就只是一个会创作的艺术创作者而已 好了那这集也就差不多聊到这里 那如果你对这集的这个主题 跟这集我所谈到的这一个Bansy的这个难民 他其实也没有这一件作品的名称 但是你对这一件难民法 难民玩偶有兴趣的话 冲气艇有兴趣的话 我把照片放在FB这一集的文章当中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一样有趣看的话 帮我按个赞啊 分享一下 或是在底下留言一下 你自己想要跟我聊的东西 或者是来打鸡血也是OK的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在Apple Podcast底下给我五星 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也在Apple Podcast底下 留五星让我问 或者是给我一些回馈 一样都是要留五星 我才会在节目当中回复你的 好啦那这集就先聊到这里啦 先这样 拜拜 拜拜